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2月10号去世 他活了72周岁多一些 72.5岁吧 说他祖籍是江苏扬州人 他是北京出生的应该是 他是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 自幼喜爱乒乓球运动 14岁加入北京市少年工业余体校乒乓球小组 然后1957年他17岁的时候入选北京市乒乓球队 同年参加全国比赛 1959年入选中国青年乒乓球队 庄泽栋曾经获得第26至28届市乒乓球赛 男子单打冠军 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力队员之一 1971年4月 在日本参加第31届市乒赛期间 冒着风险 主要是政治风险啊 结交美国运动员 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 曾任国家题委主任 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啊 这个国家题委主任是文革啊 那会主要江青比较欣赏他 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是扬州出生的啊 在扬州40年出生的 他三次蝉联世界男子冠军啊 男子单打冠军 三次决赛军战胜国家队的队友 李富荣 那会跟他名气差不多的 徐银生啊 李富荣啊 这这批人啊 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该项比赛上 获得三连冠的人啊 他也是中美乒乓外交中方的代表 美方的代表是科恩啊 1974至1976任国家题委主任 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四年 这隔离审查是什么概念 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隔离审查相当于现在的双规吗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反正就是不得烟抽了啊 收拾他了 著有一本书叫闯与创 闯啊 闯荡的闯 创 创造的创 总结他的乒乓球技法 及心得啊 2004年 科恩因心脏搭桥手术失败 病逝 享年52岁才啊 那科恩是1952年生人 1952年 庄泽栋致电表示慰问 后来07年庄泽栋出访美国并会见 科恩的母亲 向其表示没有在科恩生前 与他再见啊 再次见面啊 为毕生的遗憾 庄泽栋08年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后 在北京上海多家医院治疗 于这个12年8月29日入驻北京 幼安医院治疗 经新华社记者唐时增 以博客的形式 把庄泽栋的景况与费用 引致的家庭困难对外曝光 经中新社曝光后啊 中国新闻社 庄 庄泽栋以亲笔签名信 谢绝外界帮助捐赠 哎 挺可怜的 庄泽栋 2013年初 病情恶化 终于 2月10日下午 17点06分逝世 享年72岁 这庄泽栋这个肝啊 这个 这个怒伤肝呀 庄泽栋也生了好多气 是吧 他当过国家体威主任 据说他也整过一些人 他也收拾了一些人 但是后来呢 对立面也整他 哎呀 这个中国人互相整来整去啊 我常说 中国 中国人就像一只麻袋里边的螃蟹 互相纠缠着 麻袋口被铁丝给系住了 谁也出不来 这个庄泽栋的骨灰 于同年啊 2013年的重阳节 10月13号 早上安葬于昌平区之凤凰山陵园 哦 这凤凰山陵园我去过 我们有个邻居 老谢 他父母最后就埋在那了 开着我的车给送去的 家庭啊 家庭他第二个老婆是个日本人 叫佐佐木敦子 他们俩是1987年 12月19号在北京结婚的 佐佐木敦子和庄泽栋 他们的书我买过 这个佐佐木敦子 特别崇拜庄泽栋 并没有因为庄泽栋 倒霉了 也不当官了 然后反而更喜欢他 他的前妻叫鲍慧桥 有一个儿子叫庄彪 有一个女儿叫庄兰 啊 这个庄泽栋最擅长的乒乓球的技巧 时常与外国的郭斌切磋球技时显现 发球时把球抛高 快速跑绕球桌一圈后 返回自己桌面 球拍适时接球击出 令外宾大开眼界 叹为观止 这够厉害的啊 09年下 庄泽栋在被中国体育报 记者采访时提到 毛泽栋曾经称呼庄泽栋为 我的庄爷爷 因为庄泽栋帮他打开了中美 二三十年的外交的僵局啊 对吧 甚至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国苏联给予的大 那么那么巨大的威胁啊 对吧 庄泽栋是毛 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功臣啊 但是在09年 7月21日中国体育报第三版的报道中 编辑未经其同意改成我的庄泽栋 啊 其实毛泽栋说的是我的庄爷爷 庄泽栋对此在其博客中表示不满 认为是随意更改领袖的话 歪曲了历史 欺骗了群众啊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对吧 他的前妻是豹慧桥 跟他一样大 1940年出生的 现在还在 已经80岁了 出生于四川省建维县 武通镇 是中央乐团的啊 中央乐团就是中央交响乐团啊 就在朝阳区的和平街啊 的钢琴演奏家啊 我姐姐的老师李绝也是中央乐团的 李绝的老公就是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啊 李德伦也去世了 河北唐山人回族 鲍慧桥与庄泽栋 1959年相识 那一年他们俩都19岁 然后1967年结婚的 他们的儿子庄彪 女儿庄兰 受母亲的熏陶 都喜爱音乐 常练习钢琴和小提琴 庄泽栋和鲍慧桥俩人 是85年2月离婚的啊 他第二任妻子叫左左慕敦子 是1944年10月10日出生的啊 44年10月10日双十节啊 也是日本快投降了啊 第二年日本就投降了 出生于沈阳 这个85年2月 鲍慧桥与庄泽栋离婚 当时庄泽栋刚从关押的山西落实政策啊 给他在山西关押 然后到北京市少年宫 是属于北京市教育局的啊 当体育老师 然后左左慕敦子 与庄泽栋85年在少年宫相逢 俩人开始恋爱 当时北京不给庄泽栋发护照 不许庄泽栋出国 最终还是邓小平批准的 才得以成婚 85年 87年的12月19号 左左慕敦子 放弃日本国籍 加入中国国籍 领取身份证 并于当天和庄泽栋结婚 他们俩没有子女 16年庄泽栋的墓碑的金字 墓碑上的金字啊 那个被不明人士给喷黑了 鉴于其遗孀 左左慕敦子为日本人 有人推测 可能是反日人士所为 这有点过分啊 再说这个左左慕敦子 也加入中国国籍了 是吧 好吧 就读到这儿啊 庄泽栋先生的一些的情况啊 他的简历 谢谢大家 再见